而洛杉矶台美商会日前举行了会员大会 讨论修改商会组织以及管理章程 并且选出了新任理事与会长 洛杉矶台美商会于上周末 在海镇888饭店举行了一年一度的会员大会 除了会务 财务 青商部 活动报告 以及例行活动之外 同时还举行了理事选举 并且在会员大会之后 召开了第一次理事会议改选会长 新任会长陈庆恩表示 洛杉矶台美商会长久以来 扮演着辅导的角色 协助来美打拼的企业家茁壮成长 展望未来一年 它将扩大向主流社会的宣传 提拔二代杰出企业家接棒 逐步完成世代传承 我想台美商会已经有很多年的历史 那我们有一些传承 我们最重要就是把这个传承接下去 那台美商会就是台湾人 在美国的三人的一个联谊会 那我们按照这个方向 那个我们又会有一些主要的联谊活动 结合我们的会员 在这个联谊活动里面 凝聚大家在一起的机会 另外我们既然是商会 我们希望跟各个不同的领域的一些 商业工业能够有活动的机会 那我们会也办有几次的这个活动 那让大家能够有机会在一起 另外我们的会员 永久会员散布在各个地方 我们今年希望把这些会员的资料 重新再能够认定 那所以主要我们商会还是要服务 我们在台湾在这边的三人 洛杉矶台美商会会员大会 是台美商会在一年中最重要的活动 理事会特别邀请到了 立业会计事务所负责人 叶俊玲先生就川普税改攻略 以及CRS全球大追税先况 做了专题的演讲 大会也在和乐的气氛中圆满结束 主题频道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